他用小推车拉着99部手机 将让一条原本空旷的街道交通直接瘫痪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其实是德国行为术家西蒙·韦克特的作品 黑掉谷歌地图 他把这99部手机全部打开谷歌地图 在柏林的一条街道上来回转悠 让谷歌公司花费10亿美金开发的系统误判 造成了这场虚拟的交通瘫痪 使得很多司机受到导航提示后临时改当 更有意思的是 他挑衅般的拉着小推车 一路来到了谷歌柏林分公司的门口 持续发难 对此谷歌的发言人只能咬牙刹 感谢艺术家的作品 让谷歌的技术持续完善 西蒙以一种非常简单粗暴的方式 制造了一场霸 幽默地讽刺了谷歌地图的精准性 他说我们创造了科技 而科技也在不知不觉中反过来塑造了我们 他希望通过这个行为艺术 提醒人们应该理智地看待科技 不能随意地盲目依赖照搬全收 看似简单荒唐的行为下 却是对科技的反思 艺术多不多 你的艺术小百科